被問到中華民國憲法和台獨黨綱 誰是護國神山 但仍不在場的總統蔡英文 卻成為焦點 蔡英文總統多次提到 我們處理兩岸關係 就是以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和現行的法規來處理 蔡英文胡說八道 亂講一通 一個國家的元首 我真是替他感到 感到不堪 哪一位支持一國兩制的 是侯友瑜接受過 還是我趙浩康接受過 我們從頭到尾 反對一國兩制 蔡英文說三位一體是災難 我告訴各位 什麼叫災難 賴清德 台獨 戰爭 這才叫三位一體 民進黨採取衝突 就是conflict 國民黨可能跟中國走太近 是採取cooperation 就連九二共識 有無共識也是藍綠 爭鋒相對重點 習近平對岸 已經明確提到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 沒有各表 九二共識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底下的一國兩制 有認同才叫共識 不認同不能叫做共識 這是懂中文的人都知道的 我跟蕭女士說 今天我們去吃晚餐吧 我想喝稀飯 她說要吃牛排 我說好吧 那你吃你的牛排 我喝我的稀飯 這就是共識啊 共識哪還是要通常一樣呢 都共識可以不一樣啊 趙叔叔請 吃我的豆腐 今天請美金吃飯 我們吃不同的菜 那我建議說之後結束完 我們大家一起吃buffet 大家就可以挑自己喜歡吃的 要把中華民國憲法 九二共識化 我們都知道九二共識當中 並沒有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 不是風險 跟九二共識連結的憲法 是一個中華民國的 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一個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 請你注意 我趙少康行不改名 做不改信 你叫我黎少康 我還是趙少康 我還是中華民國 從兩岸到外交 都與中國息息相關 那民進黨執政了八年 外交上有什麼成就呢 九個邦交國就這樣丟了 萊豬我沒有吃了 核食也吃了 我們進了CPTPP嗎 進了RCEP嗎 務實的做法 就是以台灣實質需要的議題 來找尋生存的空間 最近去COP的經驗的話 我覺得外交部 就是穿國王的新衣 然後被我點破 不清沙啦 OK 即便身為副手 兩岸外交議題 依舊是二零二四重中之重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